今天台股大漲263點 幾乎把昨天的跌勢 吃掉了 吞噬掉了 行情有沒有如同我的規劃 上禮拜我那一根長A盤中 跌了1000點 我相信大部分投票 是不敢出手的 是觀望的 長A盤中跌了1000點 長A盤中跌了1000點 怕都Pass了 不要賣股票就算不錯了 但沒有關係 當這禮拜三拉出一根紅鯭棒 大漲532點之後 我說多投行情確立 既然是一個確立的一個 往上反轉的一個訊號已經浮現了 昨天台股壓回274點 那不是你再度上市的機會嗎 所以行情該怎麼走 金老師總是喜歡跟你講在前面 你當然會印證在後面 對於每天節目的一個大盤 分析跟規劃 希望你好好鎖定 中視下午3點鐘這個節目 給你了 是一個正確的投資方向跟策略 大盤要看到 做股票才會上市 大盤就看不到 不能分析 做股票會好嗎 所以對於大盤這次 結構性的一個調整 殺了1500點左右 很怕我知道 上禮拜我這根長椅很怕我知道 所以我告訴你 這根紅K棒 3月4號是支撐 接近支撐了 是不是應該要站在買方 很明白的一個操作經驗 所以整個盤是 禮拜三是不是大漲 532點 你所看到這根紅K棒 為什麼會大漲 因為融資余額 不停地地減嗎 籌碼穩定 讓指數往上推升 另外一個重點是 這根紅K棒 把這根中長黑 有沒有 這根中長黑是7000億的中長黑 吞噬掉了 吞噬掉了 這不是多頭 確立急掌的一個訊號嗎 所以我說過 上禮拜我長黑不敢買 情有可原 但昨天 昨天再不買 你真的要對不起你自己 昨天禮拜四節目的分析 告訴你很清楚 大盤壓回274點 量縮價跌 禮拜三 大漲是4200多億 昨天回檔變成3500億 量縮價跌多方式 把握次低點 讓你上市的機會 沒有錯吧 禮拜五不動作沒關係 昨天一定要動作 昨天一定要動作 因為就跟操作股票一樣 有時候股票最低點 很難買得到 沒有錯 當然相對低檔次低點 你一定要買 這是一個決戰點 所以昨天從量價的一個分析 告訴你 把握次低點上升的一個時機 今天台股 不是大漲263點 來到本波段的新高 今天量人是不是又出來了 昨天說今天擴量往上溝 這是多方的量價結構 所以對於昨天節目的分析 我不曉得 投票有沒有感覺到很過癮 昨天是不是很重要 如果你昨天 有看我節目的 相信對今天台股大漲 或是我昨天介紹的一些個股 告訴你可以再度低接 你會得到一個印證的實證 如果你昨天 剛好沒有看我節目的 沒有關係 訂閱一下清老師的YouTube頻道 把昨天的節目 再調出來看 你就知道 什麼是講在昨天 讓你印證在今天 就像這一檔 世新股王 禮拜二跌到2800 我說這一波段 世新跌掉了快2000塊錢 這不是物超所值的低檔的買點嗎 我是4000 這個位置帶你去追嗎 沒有吧 當他回檔修正 禮拜二 ASIC領導廠商的一個事情 賺超過4個股本 賺超過4個股本 對 清老師介紹的股票 都是有底氣的潛力股 會為你的財務撐腰跳高 你好好的大膽的 第一個時間點來跟我切入就對了 所以禮拜二2800 支撐守住就有機會往上 禮拜三大漲100多塊錢嗎 昨天呢 昨天又殺下來 昨天他跌了145塊 誰會分析世新 我敢跟你保證 昨天沒有任何一位分析師 會告訴你世新會往上 只有在下我 默默的耕耘我的頭顧事業 是不是 什麼是專業實力的一個見證 難道是今天世新掌停板了 才來搖旗吶喊嗎 所以對昨天世新的一個架構 很清楚 他跌145塊 他是重挫 低點守住還是有機會往上 所以整個世新的一個架構 今天有沒有漂亮的 亮的 311 3110 大漲280塊錢 昨天是跌145塊錢 誰看 誰最有資格分析世新 誰真的有帶會買世新 我相信你眼睛應該看得很清楚 所以整個世新的一個架構 昨天 有跟我再度低接的 今天 真的漂亮的 鎖漲停 3100了 280塊錢 光是一天的時間 一張股票 可以賺28萬 給你兩次機會 給你兩次機會 不然是禮拜二還是禮拜四 我們抹股一下 真的很漂亮 2800 我都支撐守住 有機會往上 我當然有進場 怎麼可能不進場 不進場我昨天跟你分析 世新幹什麼 所以世新昨天再度的來到2815 再給你一次機會 再給你一次機會 講得那麼肯定 那麼篤定 你不趁著昨天盤勢壓回274點 再度把握次低點上次機會 你什麼時候要買世新 嗯 請來關照 大盤昨天的剖析 夠不夠精準 個股的一個操作 我有沒有落實大盤的分析 是不是 他要怎麼走 我先告訴你 我既然知道盤會怎麼走 昨天回檔下來吃低點買點 不管是盤勢還是個股的一個操作 不是要比照辦理嗎 所以昨天的世新 再給你一次機會 2815 再給你一次機會 對不對 今天所掌停 311洞 311洞 所以你可以看到 親老師的一個解盤 或是個股的操作 是不是正面迎戰 是不是直球對決 沒有再跟你模擬兩可 我做股票 會嗎 會嗎 你要的是一個果斷的分析 一針見血的一個答案 難道我給你操訊 是要說假如怎麼樣 世新才可以買 假如世新怎麼樣才可以賣嗎 我們給你會員的操訊 向來都是 在什麼價位進 在什麼價位出 乾淨俐落的分析 這樣對你的操作 才會降低難度 如果我的一個操訊內容 還要你自己去判讀 那你參加我的會員幹什麼 參加我的會員就是要降低你的操作難度 增加你的獲利空間 所以今天台股大漲263點 不是應該預期中的事情嗎 四低點的買點 四低點的買點 翔碩也是一樣 之前12月份 打到1530 趁回檔我買在1545 記得嗎 三波段的操作 2360賣 翔碩累計報酬率 一千多塊錢 74% 賣完之後還衝高不理 等他押回來到1985低階 1985低階 基本面沒有改變 賺三個股本營收又新高 享受了USB的晶片 得到USB協會的認證 所以國際大廠一定跟他下單 保證一定下單 所以跌了之後要敢跟我買 1985買完之後還更低 加碼 進場 禮拜三 不是談到1990了嗎 不是談到成本附近了嗎 所以整個翔碩 當他昨天再度的重挫 125塊錢 誰會跟你分析翔碩 跟昨天的四星一樣 昨天四星大跌145塊錢 翔碩大跌125塊錢 我正面應戰 我直球對決 告訴你應該怎麼做 是不是 我說他測這禮拜的低點 跟大盤一樣 徹底之後會再往上 我已經告訴你 他會再往上 所以昨天想說 買還是賣 買還是賣 夠不夠肯定 買這邊 這邊加碼 昨天回黨再買 這就是我的動作 昨天唸1820 我們的會員大概買在1840 今天有沒有往上 今天1960 漂亮嗎 今天漲當然很漂亮 昨天跌呢 昨天跌呢 你在哪裡 我在哪裡 金老師在中視三點這種節目 告訴你翔碩四星昨天是可以低接的 我有躲起來嗎 我有 要不要嗎 我有模擬兩可嗎 沒有吧 所以對於目前的行情 你認為它漲完了嗎 你認為有那麼快嗎 既然是多方結構的盤勢 它呈現了 就是一個大漲小回的架構 回的時候要不要買 這樣子擋紅色 今天亮燈漲停板 175來到破斷新高 禮拜二這個位置 你敢不敢買 禮拜一長黑或許你不敢買 禮拜二的一個翔碩 我的賴A禮拜二 中午12點半 禮拜一翔碩是重挫的 禮拜二已經漲到985 已經有止跌的訊號了 對不對 我在禮拜二的盤中 那A提供給你這樣的一個訊息 對 禮拜一重挫 長黑 跌停板 沒有買沒關係 但禮拜二已經回省了 已經回省了 不竟然要買到最低點 相對低點你有買 對 985有買到今天為止 四天有將近190塊錢的利潤 不是嗎 這一檔川普一樣是高價股 竟然說為什麼特別鍾愛高價股 你有沒有想過這個問題 我從來不介紹那種雞蛋水餃股 為什麼成為雞蛋水餃股 公司的財報有問題 所以股價才來到10塊錢票面以下 為什麼是高價股 為什麼動不動就有1000塊錢以上 基本面 基本面市場上認同度高 法人喜歡操作 中食物大物喜歡買 如果你是有錢人 你要選擇哪一種股票 10塊錢以下的雞蛋水餃股 還是500塊錢 1000塊錢以上的一個 名門正派的基油股 如果你是有錢人 你要選什麼樣的投資 對你的一個投資 才會產生絕對的正報酬 你認為呢 所以這個市場上 本來就是耳魚我詐 你要如果戰勝一切 不管是心裡面的恐懼 或是專業智能的不足 需要高手幫你 你一個人孤軍奮戰 1000多當股票 你怎麼知道哪一檔是 所謂的投機股 哪一檔是名門正派的基油股 買點在哪裡 賣點在哪裡 有那麼容易 有那麼簡單嗎 所以對於這檔川湖 我們之前其實這邊也賺過好幾趟 最近一趟 這邊大概有200塊錢了 4月9號1430前碼 打到1140 打到1140 破底班 當天我有買 我也有買 買完之後有強攻漲停 所以你看到1430有前碼 所以來到1140 差幾塊錢 差了快300塊錢 我當然會做低接的動作 低接完之後 受到盤勢的影響 殺下來 昨天我告訴你們在加碼 對 基本單套勞 沒有錯 買在這個位置 因為我們之前高檔 賣在這個位置 差了快300塊錢低接 低接完之後 受到盤勢的影響 再殺 昨天當然是買川湖的時機 昨天大盤我怎麼看的 我怎麼分析的 上禮拜我那根長的 沒有行動的沒關係 對 當他昨天壓回 量縮 多方結構的盤勢 剛好再度讓你低接 二度上車 二度上車 川普當然是其中一檔 今天強攻漲停 185 所以 第一筆單買的比較高 So what So what 對不對 上去之後回檔 沒有跑就是沒有跑 我不會跟你In out 對 該停損的 我講過我一定會停損 就像之前的材料KY 我們這邊賺了200多塊錢 這邊有買 上去沒有賣 我賣在這一天 停損了大概20幾塊錢 2030塊錢賣這一天 你這邊不賣 下來差200塊錢 動作是如此的明確 只是說接下來行情 你怎麼掌握 所以 雖然買的比較高一點 但是下來我再買 今天亮燈漲停 1185 OK OK 所以 在這禮拜 很多檔個股 我都不厭其妄告訴你 要踩低階的模式 秦老師選的股票 基本面真的很強 你看一下這檔 賺超過半個股本的集合股 禮拜三 1 2 3 4 5 6 7 主抵7天跟你預告 接下來禮拜四會8天轉折向上 所以禮拜三要趕快做切入 禮拜四 有沒有真的8天轉折向上 禮拜三這個位置 昨天禮拜四 在這邊 是8天轉折向上 印證 昨天趁大盤壓270點 新惠元一樣平盤以下買 微盤翻紅 現買現轉 今天這檔股票 當然會漲 怎麼可能不漲 怎麼可能不漲 連漲3天 禮拜三 1 2 3 4 5 6 7 主抵7天 關鍵性的買點 買完之後 是不是連漲3天 什麼是抓轉折 不管是盤勢的分析 或是個股的操作 我相信同秒 光是這兩禮拜 我提供給你看法 你應該是印證印證再印證 當你印證之後 我希望下禮拜 不管是什麼個股的操作 耗得更 給你的資訊一定有價值 不曉得如何操作 可以加入我 親老師的內容 假如主 AI8085 每天 給你三通的免費抗訊 一通盤中12點半 幫你即時解盤 一通下午5點鐘 幫你解析未來 晚上再補你一通 因為晚上有時候 國際情勢有什麼變化 我會給你即時幫助 所以加入我的LINE有什麼好處 中午 下午 晚上 幾乎全天候幫你盯盤 幫你掌握現在 看見未來 所以未來行情 不曉得如果掌握了 歡迎加入親老師 一個LINEA小組 AI8085 休息一下 再來回到節目的一現場 AI事務器的一個情城 看一下 連三黑 第一階 是我四月十六號 來到二十七的情城 給你一個操作建議 採逢第一層間的模式 大盤中錯 買進強勢基油股 這都是我一向不慣的一個策略 不變的一個策略 懂嗎 所以我買的股票 都是有底氣的潛力股 為你的財務 撐腰跳高 但第一點要先買 第一點要先買 二十七有沒有帶你買 它是跌它不是漲 二十七買完之後連三桶 變成二七五 回檔修正 再度的測試低檔 有跌破嗎 禮拜二告訴你 支撐手助大有可為 不是嗎 次低點要懂得買 不管是大盤個股 向來都是如此 所以整個情城 禮拜二講完之後 禮拜三掌停板288 昨天跌 跌到275 怕嗎 現在有沒有 怕嗎 如果你是龍家軍的會員 你就不會怕嗎 如果你是清老師 LINEA的粉絲 你也不會怕 你看一下 你有加入我LINEA的 對 跌時要人幫 清老師一定幫 像昨天LINEA 4月25號 昨天禮拜四 我們告訴你 翔碩 昨天跌到1820 導播稍微近一點 側低會再往上 昨天禮拜四 事情也是一樣 低點守住 有機會往上 這昨天禮拜四 我們在LINEA 提供給粉絲的 很重要的資訊 跌時要人幫 慶榮老師一定幫 對昨天 情城的回答 你怕嗎 你會怕嗎 今天一個情城 差2塊錢亮燈303 來到波段新高 這樣子56塊 56塊 買個10張 花你200多萬而已 56萬 56萬 來到波段高 是不是 買在哪個位置 比較漂亮 就像上全 昨天禮拜四 我利用台股 中錯274點 細光子的上全 雙底 黃金 右腳 形態突破 昨天買在110 都跟你對時對價過 當然在109.5 110買完之後 有沒有強攻漲停 118 買個10張 花你110萬 昨天馬上現賺8萬塊錢 今天上全差一點亮燈 找完了 尾盤 獲利性的賣壓讓他回檔 今天你們去買上全 昨天看完我的節目 上全很棒對不對 細光子的極油股 你今天買跟昨天買 有沒有差很多 我們昨天買完之後 賺半根以上 很清楚的操作建立跟買點 110買的118萬 今天最高來到129 價差19塊錢 將近15% 你今天買的 你今天買的 不管你買在哪個位置 你今天買上全 好像都套了 好像都沒賺錢 你要不要跟親老師操作 我就問你這句話 建設散熱的 賺一個半個股本 我說他經過一段時間的整理 你租出一個平台 整理末端的買點 禮拜三進場 920 920買完之後 盤中拉高951 昨天建設 跌到933 我說大盤重錯 沒什麼跌 最低還來到925 我買920的 你怕什麼 量縮價跌 記得昨天我對大盤的分析 跟建設的量價結構的分析嗎 對不對 新手看價高手看量 量價結構看得懂 昨天就是一個漂亮買點 今天 建設有沒有來到破斷新高 有沒有來到989 我買了幾塊錢 我就買在920 難道我給你吹嘘 買要吹低點嗎 不需要 920到今天989 一張價差也69塊錢 不是嗎 所以行情我說會越來越穩 沒有被我說中嗎 我們說它會越來越穩 你有沒有跟著我操作 那個穩定金薰的一個訊息 在盤中所提供給會員的 是檔檔幾乎都是獲利安局 包括昨天告訴你這一檔機油股 跟輝達超級金晶片合作的 昨天大門重做黑K棒 黑K棒低階 第一隻腳 第二隻腳 今天這張股票 紅K棒 剛起漲而已 剛起漲而已 在它還沒有噴出去以前 有低點 當然是你再度上市的機會 行情既然是越來越穩 大漲小微的架構 已經變成本波段的走勢 下禮拜 行情有回檔 磐式有回檔 哪些強勢肌油股 你可以上車 不曉得如何選擇了 歡迎加入龍家軍的行列 從下禮拜一開始 我們一起來對時對價 本公司與分析師 所推薦分析至個別有價證券 無不當之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同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審視評估並自負投資風險 及其理由 感谢观看